为庆祝五一劳动节,弘扬广东传统文化,4月29日,广东清远刺绣协会在当地疫情区开展了主题为《迎真追梦,秀美神舟》的活动。 在悬空跨度达70米的玻璃平台上,来自清远当地的51位秀娘,历时70天赶制,创作完成周长20.19米,面积32.35平方的刺绣作品,为广大游客奉献了一份丰厚的传统文化大餐。 当日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,在垂直高度达263米,凌空而出的玻璃平台上,51名秀娘在绵绵细雨中穿针引线,她们镇定自如,配合默契,正在为这面巨幅国旗月秀作品进行最后的风针。 而这幅由和雀花簇拥着五星红旗的月秀,在圆形玻璃平台悬浮效果烘托下,高耸云端,格外大气壮观。 最大的难度呢,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幅刺绣作品,但是呢,我们要在70天之内感制出来。 所以绣娘呢,有一些绣娘呢,都要熬夜,然后大家一起这个抓紧时间给绣出来。 然后你说到难度呢,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宽幅比较大,这个是造成了我们这个难度比较难。 因为绣花的时候呢,这个布呢,都要拉直了绣,所以呢,因为它的巨大,然后我们把它拉直了以后吧,这个那个要很大的面积,然后来绣。 所以这个面积上面确实造成了一些难度。 张亚南告诉记者,月秀精密细微,针法多变,色彩浓艳,堪称中国民间艺术的一颗明珠,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这次绣出来的这幅作品,还融入了摇秀与壮景工艺,不仅展现月秀的非一次秀记忆,而且体现了亲远妇女的辛勤劳动,积极追梦的精神风貌。 可以说是,目前所有的这个绣娘,可能只有我们这51个人,在这种悬空的玻璃上,高达这么高的一个地方,绣过花。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激动,绣花的时候也非常激动,绣花本来就要心很细嘛,但是能在悬空这么高的地方绣花,然后也要胆大嘛,所以我们叫胆大心细。 据介绍,刺绣在广东清远山区,特别是壮族、瑶族聚居地,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文化传承。 近年来,当地政府通过精准扶贫,300多名山区妇女及少数民族群众,经过系统培训,肩负振兴月秀的梦想,走上绣娘的岗位,也走向了脱贫之路。 我们希望到古龙峡的游客,能到古龙峡能够了解到月秀,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山区的这些扶贫的工作的艰辛,同时呢,在青山绿水中欣赏到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震撼的刺绣作品,也让每一个来古龙峡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祖国的伟大,感受到祖国的富强。